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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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打结 结色还是结色呀 结 什么都结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反正我结色 好 郑老师到我们家坐吧 他们不去盘家园呢 市场真不 快 关他 原来是电大企业吧 黑 现在店小还宰客呢 东哥在家呢 东哥去 去采购 这门怎么没关啊 小雪屋灯也黑着呢 这孩子 跑出去了也不知道关门 死随他妈这个劲儿 我就应该把他录下来 给我妈听 你怎么这么坏啊 管你 我告诉你 我就是坏 郑正 这苏联现在工作啊 也正式落听啊 是不是该考虑找个对象呢 这还走着呢吧 他现在呀我也管不了 也是的 苏联这孩子从小主意就大 咱也不知道 那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呀 我天哪 你家小雪有朋友了 还真没听她说过 就是经常听她提起一个什么学长 估计是有那方面意思 都见着了 这人怎么样啊 我没见着好不好 但我就是想 都是学语言的 万一这小雪在国内待不住 一起出去也有个伴 酒壶不错 东哥也不在啊 咱俩就 乱高 再饿死 来 今儿淘的这几点东西还真行 可以啊 我觉得我那三点行啊 那那小酒壶 其实咱也没有必要躲 我来找你 这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咱们都两年了 也该公开了 可是我听说 当爸的对女婿 一般都会有敌 万一 我爸以后要是不喜欢你了 怎么办啊 我有信心 要不然我现在去告诉他们 还是等我从国外回来了以后 再找就是说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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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姐姐 你就见个我至于打扮成这样了 哎呀 那不得让你学校的人都知道 你闺蜜是谁 你这样一对比 我就像你家保姆似的 哎呀行 待会儿临你去逛街 帮你跳几次好看的衣服 算了吧 我一买机票花了一大笔钱 现在全都叮当响了 你又要去哪儿啊 去面试啊 面试 嗯 什么公司啊 黄宇投资 黄宇 你行啊 我师姐在场主持过他们年会 排场可大了 黄宇不就在北京吗 那是他们分公司啊 我收到的是总公司的面试要素 那太好了 这么大的公司在国外 你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么好的机会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这事 我还没有跟苏年哥说 我也没有跟我爸妈讲 为什么呀 我一旦面试上了 就得常住国外了呀 那不正好 你从小就想看世界 这会看到够啊 那我就要跟苏年哥分开了 那 你 你让他陪你一块儿去呗 苏年哥 在文修院工作那么久了 都已经稳定了 我不想贪怨我又改变了 唉 你 你